而不是เส扒他生氣 我生氣所以日子才會生氣 我都不是 Taste 祝他 convenient 我只是跟他鬥氣 玩一下 貪玩 造育ع hé 你怎麼看這件事?你覺得是貪玩還是什麼? 你怎麼看? 玩都不會這樣 玩就玩 男朋友一問什麼事 他就馬上轉回來 或是你馬上過一些數 男朋友也不會馬上報警 他只是說笑而已 現在就馬上進給你 為什麼男朋友會報警? 我認為是他事後沒有還給他 正常人也是這樣 被人拿了錢第一件事不是報警 因為他知道他給了女朋友 他肯定直接說 你拿這些東西來玩給我 正路也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他未必是鬧著玩 你怎麼看? 還有數碼太多 他只是拿離了全部購物的銷錢 你說是大억 我成為他用二百人 可能我男朋友也不會有問題 這個瘈痴.狂來更悶 令到別人家底下別的錢 不要五 parcel Etsy 這樣啊 就是這樣 小心啊 可惜的 這個是醫生機拯救了 有些人說有什麼跟官說 現在被人立塔了 應該真的要去見官才會停止 所以你說智能系統是否真的那麼安全呢? 有時候就是這樣 有聽說有淘寶那些 有沒有聽說過? 大陸的公司是有指紋打卡機 香港是犯法的 香港是不可以用指紋打卡機 大陸是可以的 這個指紋打卡機發生什麼事呢? 大陸淘寶有得賣 可以幫你做指紋賭簿 還是什麼東西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給公司的朋友幫你拍卡 還是怎樣 其實這些指紋都可以破 最沒得破的應該就是那些什麼 熊膜 瞳孔 眼睛 你又看不知道什麼史太龍 還是什麼 還是鐵絕戰士 好像有試過 有一集就是他擠著整個眼珠 走去開門 超級噁心的 有看過嗎?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難破 除非你就真的滑了別人眼珠 哇 神經病 所以就是這樣 香港政府地盤是掌文機要人打卡 不是說 我記得之前勞工法例有說過 說什麼 只有警察 入境處的人可以收集紙毛 除非他可能有申請政府 你說是政府地盤 可能他有什麼機密要這樣做 否則是不可行的 你不能亂收集市民的個人資料 對嗎? 因為斬了一隻手指 現在不用斬了 你用什麼斬? 好像那個人睡著了 直接活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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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還是要按 那你還是要按 對吧? 那關什麼事 對嗎? 對嗎? 但我今天叫Pizza 等我整個鐘都還沒來 打開門 原來留單 結果等了45分鐘才到 送到那時候 那個小菠蘿 送那個小菠蘿Pizza給我 做陪禮 我覺得是挑釁 有什麼挑釁? 因為你不吃菠蘿 那你不吃菠蘿 那你就把菠蘿拔走 把菠蘿拔走再吃 對吧? 我告訴你 我有一次台灣 有一個叫食物的經驗 就是這樣 我在台灣工作 然後去了一間餐廳 叫食物 是韓國的餐廳 叫食物 這樣就是叫的那些湯 韓國不是很流行有鍋 湯 湯 湯 有個餐 他們的套餐 就是這樣 叫完之後 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都沒有 看到旁邊遲過我來 那些已經來 可能是叫同一份東西 你看到遲過我來 15分鐘的人 都已經有食物 這樣也沒有 之後呢 我就想叫那個侍應 當然那個侍應 不知道做什麼事 對著我點頭 嘻嘻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不知道說什麼 聽不到 很小聲 然後呢 我再等 可能他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猜是這樣 不知道 然後再等了 15分鐘 人家已經走了 其他 遲過我來吃的都走了 我都沒有 我又再叫他 我又再叫那個侍應 他也是這樣 不知道怎樣 頭 又是小聲 這次 第一次 也有走過來 走近一點 了解一下 這次 好像 運路走 很遠 很遠 點頭 嘻嘻嘻 點頭 就算了 走開了 再等了15分鐘 我已經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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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不再問他 我問另一個侍應 我直接離開座位 我已經不在那裡捱入手 已經是瘋了 我跟另一個侍應 那個好像是經理 還是什麼 他一聽完 就馬上處理 他說馬上幫我們處理 他進去 在我位置看單 然後就進廚房去檢查 然後就發現 根本就沒有下單 然後 他就立刻在那裡 屏形 他就在那裡狂屏 他說什麼 人家問你 人家為什麼會投訴 肯定是有情況不妥 才要投訴 才會問你 他說為什麼 我剛剛也看到你 兩次 過過去 你都不去 你都不確認 他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講了多少次 什麼幾百次 我都說了幾百次 我每次人家投訴 或者有什麼問題 發現你都要先確認 那個單有沒有下 他說 李卡 他說你又不確認 然後他就不停地跟我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什麼下單 之後一下單 就很快 根本就是 正常速度 就是馬上捧過來 5至10分鐘 立刻搞定 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看到不對勁 很久沒有 你一定要查 什麼事 如果不然就不能吃 就是這樣 什麼好小器 神經病 我沒有罵他 我真的要吃 難道怎樣 我突然間拍桌子走人 我突然間走 我叫了飯 走不然更壞 這樣玩得更囂 因為他沒有囂 因為我是想他求助 但他不肯幫我求助 他就離開了 大佬 我有什麼感情 很正常 每次找到他 他都走開 又不去幫我處理 我當然是找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 因為他那個就是 他的手法就是 他沒有去確認 不知道害怕什麼 我也不知道害怕什麼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以前做事應也是這樣 他就說 有 人家一提你 你就馬上衝進廚房 這個快點做好 我都會 就跟他說 對門主 剛剛漏了單 怎樣怎樣 對 對 對 什麼打工 我又沒有罵他 希望他別的客人也不要受到這樣的服務 也會餓死 我又沒有責怪他 又不是我責怪 我又沒有抓住他來罵他 過來 剛剛為什麼要走 我剛剛有問 為什麼你不理我兩次 什麼三個家門而不入 為什麼你經過我兩次都不理 我又沒有這樣 我就是問我 幫我跟著 趕時間 而且 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等了差不多 我又不是每次都說狂吹 要是等了一個小時 所以就是這樣 搞到別人的工都沒有了 神經病 又怎麼會這樣沒有 大哥 但是正常都會說 你的意思是應該怎麼做 等一會兒 由於他沒有下單 所以你在那裡坐著打仰 你們認為最佳的做法是否 就是在那裡坐著 變亡膚石 餓足十八小時 他說 先生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店裡打仰 然後你先說 是嗎 我也不知道等了那麼久 但是我叫了那個野食還沒到 然後他說 蛤 他說原來為什麼那個野食還沒到 可能 我就適應罵你 愚蠢 他說 你這麼愚蠢 為什麼你不自己說 你怎麼不說 當然是他在那裡 你這樣阻人下班 更嚇人 他們本身 我都想下班 哎 本身是修爐了 抹手了 洗完碗 現在又要再來 真是白癡 遇到一個低 白癡顧客 弄得我遲下班 更慶 他就火了 都來了 你們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要這樣做 才最正確 好 又是你走進廚房自己煮 慈善 你自己煮 不如你自己在家裡煮 你出去餐廳幹什麼 你給錢 你給錢 人家自己煮 那就很奇怪的事情 你出去 你出去餐廳 就是不想自己煮 你就買他的餐飲服務 結果你就是這樣 那就是傻傻 對吧 所以就是這樣 我認為有問題 發現你說的反應就是這樣 我說什麼呢 亞洲人普遍就是很害怕 他怕有問題 就是要說的 難道有他什麼 好像你有時候 遇到什麼客服 你打他就是他死都不肯 回報上級問題 他處理不了 他的能力處理不了 你是一定的 他的職權處理不了 就是一定要反應上面 所以有時候就說 有時候 那些人就說 你不如叫那個經理說 他說這些事情 你又拿不到事 或者怎樣說不到事 有時候就是這樣 怕 怕失職 或者怕被人說 還是更糟 所以搞到事情 有問題 立即反應 最好 越早解決問題 越好 對大家都有好處 我認為就是這樣 隱瞞 就是不要 門上門下 結果就是 那件事越發越大 馬上有什麼 像病一樣 你不要不理他 好 痾痾 痾痾 痾 痾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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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去餐飲業 是不是人家給一碗糞便 你們都要欣言接受 很好吃 如果你們明明叫咖喱飯 但給了一碗糞便 然後你還要在這裏吃一粒糞便好吃 你那一粒糞便還要等了三個小時 你也不敢不敢說 埋單本身是50元 但收了你五億 你也要在這裏笑 笑騎騎 哈哈哈哈 是呀是呀 是吧 又說是是是 慈喲 我服務業就是你們也是這樣 才會種壞的服務業 我告訴你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然後呢 還有一則新聞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大陸這則新聞是神經病 這則新聞也很好笑 大陸話說就不知道有個尼姑 那天就不知道在一個什麼政府大樓 突然發狂發瘋 發瘋之後做些什麼 就是不知道在這裏到處打人 然後他就說什麼 不知道 打那些什麼 打那些什麼石像 雕像 然後又扭掉了 整爛了路邊的告示牌 我不知道是那些好像人中之容 那樣 真的好像同生一馬一 拔斷那支東西 拔斷那個告示牌 還是怎樣 還是 馬上去 好像那些牙倒 拔起電單車 總之是勁易做到 我不知道是怎樣 那個路標 做些什麼方向 但是他總之在那裏發狂 然後又在那裏打街邊的老人 又等等 不斷地騷擾他 那些什麼奪命剪剪腳 什麼重現江湖 不斷地犯人 罵人 於是乎就立刻報警 那些人說有瘋子 有瘋尼姑 怎麼辦 於是警察來到 警察來到 警察來到想制服他 那一開始想制服的時候 他說什麼 尼姑太厲害 什麼武功高強 他說反而把警察制服 他說什麼三兩下手勢 立刻扭下 那些警察 又不知道把那些警察 扔到垃圾桶 還是什麼 他說什麼 很厲害 他說什麼 抱起整個人 一開始扔到垃圾桶 還是什麼 整個扔下去 那警察看不夠抽 於是拔槍 之後 他說什麼 警察一拔槍的時候 那瘋子翻墊 更厲害 一三爬兩撥 就把槍扔到位置 立刻撥掉 那些槍 試兩撥千斤 還是怎樣 立刻一下 那槍 結果 後來 那些警察 搞不好 那些警察 激咬底 決定 全部露人幾十個圍他 夾手夾腳 就在那裡圍攻他 然後那個尼姑 就發狂 就說什麼 說什麼 什麼隻臭 單挑 什麼跟我單挑 什麼來壩 他就這樣說 什麼來壩 跟我單挑 後來 那些人知道 不夠他打 因為他太厲害 然後全部說 圍偶 在那裡壓緊他 最後把他制服 事後 那一段時間 尼姑 終於清醒了 於是 就問他 你知不知道自己發瘋 那些 他突然鎮定了下來 於是 尼姑 說了一句話 我醉了 他就說 剛剛我喝醉 他說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修行人家 他說 人家正在修行 苦行真 他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付出家人 我心想 次前修行的時候 喝酒 第一 和尚 無論什麼時候 告訴你是不是修行 都不應該喝酒 對吧 這些是 戒律 怎麼可以喝酒 次前 喝酒 食慾兩大戒 不知道為什麼和尚 那個尼姑 可以這樣 滅絕師太也沒有 滅絕師太也很遵守 哪有喝酒 神經病 於是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 這個尼姑 真的這麼厲害 什麼武林 他說 原來 武功真的有這麼強的人 尼姑 少林子 聽得多 那些和尚厲害 想不到 尼姑 身手也一樣 這麼厲害 滅絕 什麼酒肉穿牆過 佛在心中流 這些是 他的藉口 怎麼可以 除非是有個皇帝 在那裡 拿把刀 含著他 這樣說的時候 他就可以這樣說 我不想吃 我是被迫吃 他就可以有權說 這句 什麼酒肉穿牆過 佛在心中流 否則他自己平時 就是 非必要時 他自己吃就是口癢 不只想 想探望口腹之肉 哇 肉好吃 這樣他就會去吃 然後 酒好喝 想喝醉 他就會試 正常 根本就不應該 你怎麼看 不過 日本的佛教 是否可以吃肉 日本的佛教 也很奇怪 日本的佛教 可以結婚 在那個什麼 山下至九 什麼 朝九晚五 還是 朝五晚九 好像說 朝五晚九 不是 我山下至九 做什麼 寺廟 繼承人 那天 一來頭髮很長 二來又是 二來又可以結婚 然後又可以吃什麼 仇喜燒 吃那些 蟹煲 那些 那些 其實跟普通人 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和尚 就是 他就是 要住在廟裡 穿袈裟 就是這樣 但是日常生活也沒有分別 又可以敦輪 又什麼都做齊 你怎麼看 一轉身馬上嚇到他 有什麼 什麼 什麼 沒有分別 人家信 什麼神道教 那些都不是神道教 他是說佛 神道教 他穿袈裟 也不是神道教 神道教 好像也沒有這些 註詞 神道教就是 只有廟 那些神官 也不是穿這些衣服 只有巫女 他那些是佛教 山下至久 那些 他們總之是和尚 可以 可以 識女仔 溝女 吃肉 那些 古代日本那些 簡直是更瘋 日本和尚 好像有兵 可以有聚結兵力 打仗 劈友 也有 什麼爭兵 他們有這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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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到 可惜了 差一點 啊 啊 啊 我可知道有神道教 但是 不是 山下至久那套劇 不是神道教 不是說 是說佛 和神道教 神道教 他也沒有說什麼不准 你現在佛教普遍就是殺生 就是釋迦茅尼港 就是要盡量折肉 就是這樣 不同中佛教可以有不同的規條 那大哥 佛教最基本是誰創立 釋迦茅尼佛祖 那他就是最正 就是 我說知道你哪門哪派 那核心肯定是 釋迦茅尼 那核心價值就是這樣 啊 不吃肉 那些就是 他的核心價值就是這樣 就是要折肉 就是不要 別人 為何釋迦茅尼 有王子不做 他在做這些修行就是這樣 特意 對 對 因為打仗才可以吃肉 和尚走去打仗 你現在合不合理 就是和尚 和尚為了打仗可以去吃肉 那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和尚 你看正常我們那些佛 正常你看那些電視影片 不要說什麼 那個道理 都是教別人不要殺人 殺界 什麼大開殺界 輸不空 這些都是這樣說 唐三撞 你又打妖精 又殺妖精 又殺妖精 他也是叫你不要殺 感化人 哈哈 你看你說什麼佛 去打仗 那就不是那回事 大哥 還說什麼合理合理 我都說 和打仗 你看少林寺 少林寺 別人用棍 我都跟你說 棍是有佛性的 因為他不會 你刀一撞下去 立刻 牽血一撞 人的頭 玩完 棍是用來制服人的 就是拿少林寺 全部人拿棍 就是這樣 拿來偶人 偶庭人 就算了 你是拿那些爭兵 你看看那個 異經 武藏方便 拿大關刀 關羽 張飛 一撞下去 一撞到人家 脫頭脫頭 那還怎樣 是佛性的 大哥 對吧 對嗎 可不可以不做 少林警棍 對 少林警棍就是這樣 嘩 可惜 被人入了 蛤 是什麼 崑海 崑爆人的頭 你覺得一刀 砍爆人的頭 頭多些 還是滾 大佬 你要落殺著的 什麼都可以 你隨便拿一塊石 敲到人的頭 都玩完 但相對性來說 傷力一定低很多 對吧 日本的佛教 不可以吃豬 但可以吃牛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宗旨的意義 是什麼 道理是什麼 正常應該不吃牛 觀音菩薩說 印度的人都不吃牛 吃草 什麼聖膳 豬都是雜食 正常什麼肉都不應該吃 如果你說信佛的話 我佛慈悲 眾生皆平等 對不對 看這時候轉個遊戲 辛苦各位隊友了 今天這幅圖是由管家所畫的 請轉過來 請等等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謝謝 請問一下 雷 謝謝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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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